甲敬文女儿,李小璐女儿,七威女儿,网友,还是数她家女儿最魔性。 甲敬文的女儿?虽说甲敬文是二婚,但不得不承认她这一次真的是假对了爱情。 与前夫生了一个女儿叫吴童妹,之后又与修杰凯生了两个女儿叫布布和波妞。 三个女儿长得真的太像了,尤其是布布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就像是会说话,完美地遗传了甲敬文和修杰凯的大眼睛音。 在最新一季的《妈妈是超人》里,甲敬文还带着两个女儿布布和波妞一起录制节目,甲敬文的两个女儿都继承了爸妈的高颜值,瞬间吸引了一大票粉丝,尤其是长得萌萌又可爱的布布,还使大家查一月饭后的开心果。 都说女大十八遍,小时候的布布就已经是万人迷了,长大后不知会不会更好看呢? 孙丽的女儿。孙丽和黄磊结婚多年,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。 众所周知黄磊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好人员,不仅宠老婆还特别懂得教育孩子。 而孙丽呢,自己也是个演员,近几年低调很多,都在专心陪伴孩子身上。 孙丽有两个女儿,一个叫一词多多,另一个叫少爱。 初次认识多多的时候是在爸爸去哪儿,当时仅有八岁的多多就因独立董事圈了一波粉,之后黄磊对他的教育更是不得了。 为了保证能够言传身教,黄磊特意将自己的家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外,给女儿提供一个完美童年时也不忘灌输知识,典型的女儿要富样的状态。 李小璐的女儿。 年初李小璐夜宿门事件便不热搜榜,网友们第一心疼的并不是贾乃亮,而是当初那个懂事还有点小可爱,日常坑爹的小甜心。 第一次认识小甜心是在爸爸回来了里,刚开始大部分网友和小编一个想法,这小孩咋长得那么黑呢?真的是太接地气了。明星家的小孩不应该都是白白净净的吗? 。 结果长期看下来,发现小甜心真的是太可爱了,不仅懂事而且还实力坑爹。 面对M亨大哭的时候,慌忙不知所措的他立马把自己的玩具给弟弟,结果急到最后自己的哭了,看到爸爸被自己欺负的受伤了,自己也会很难过屁颠屁颠跑过去安慰贾乃亮。 最有意思的是,小甜心还是一个行走中的表情包,真的是太可爱了。 七威的女儿。 近期,七威的女儿小乐K和爸爸李承炫一起录制《青子综页》,瞬间被网友推上热搜,圈了一波粉。 小乐K从出生到三岁多,都被七威和李承炫保护得特别好,如今面向大众,当然会引发网友们的好奇心。 看着小乐K的照片,不少网友调侃与妈妈七威完美复制粘贴,根本没有爸爸李承炫什么事。 小乐K的每一个小表情都与七威完美的符合。 而且就连性格都与七威的开朗友的一拼,面对好玩的娃娃自己也会跟着扭,确实很魔性。 中立体的女儿。 中立体和贾靖文的婚姻状况极为相似,也是生了三个女儿,三个女儿也特别好看。 尤其是中立体的小女儿考拉,还跟着新爸爸张伦说一起登上了亲子综艳,爸爸去哪儿。 有着混血的小考拉,不仅长得可闷可闷的,而且还是一个大长腿,将来女大十八便绝对好看到不行。 小S的女儿。 小S在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,而这三个女儿也是完美地复制了小S的特征,单眼皮大鼻孔。 母女四人还经常一起和照出搞怪的自拍,有些网友实在受不了多会调侃一句这三个孩子太魔性了。 看完她们的自拍和写真真的是魔性,但也不能保证女大十八便这三个小姑娘长大后会变得更好看呢。 说说各位网友们心中明星的女儿谁最让你喜欢呢?